進超商前 民眾乖乖拿出手機掃條碼 但就是有人當沒看見 媽媽左右手牽的孩子轉進超商 手機都沒拿出來 更別說要掃QR Code 還有這個小姐瞄了一眼條碼 想了想 最後還是直接進入超商 一旁的餐廳內用座位已滿 店員忙不過來 外面都是人 有沒有做實聯制 無法一一查看 醫療店也差不多 顧客直接走到櫃台下單 根本沒有人在掃 大賣場好一點 大門口固定有人監督 但旁邊的側門就不一樣 完全沒有讓人家可以 實聯制的地方 比萬美食街入口跟外面有連通 但沒有設置實聯制條碼 美食街人滿為患 對比賣場入口嚴格執行實聯制 但側門外送員民眾自由進出 明顯是個漏洞 有一些就是直接就進去 就連掃描都沒有 大概不少 然後就是沒有辦法去追蹤 所以會造成一些隱藏性的傳播鏈出現 疫情升溫 本土確診天天都是雙外數 但直擊賣場超市餐廳 部分民眾放很鬆 不掃實聯制 毫無境界之心 接著台中綜合報導